美國總統川普這週二的國情滋文 再度提醒世人 要擺平北朝鮮 沒有他不行 川經會第二回合 將在二月底 以示越南舉行 眼看上回合說好的去核話 遲遲沒有拿出具體成績 這一次利害攸關的這兩個國家 可不想再放水 兩政策是已在新加坡的歴史上 外媒分析第二次川津会选在越南 可以说缔造了三营局面 藉由川津会提升国际地位 有助越南吸引游客和外资 对金正恩来说 除了距离适中 更可以借机学习越南战后的经济转型 另一方面越南具备重要战略位置 正值美中贸易战之际 更意味着华府有能力 抗衡北京的影响力 美国财长美努欣和贸易代表莱海泽 下周就要到北京继续未完的贸易协商 川席会会不会紧接着川津会登场 未来几周中南半岛将持续吸引各界关注 大爱新闻 江永婷编译 国家